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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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Jerry 今天想跟大家開這盒超強修羅的模型 為什麼要開它呢? 因為迎接明天會推出這個鑑修羅 所以快點組裝好它 那開盒吧 字幕提供 好了,完成了這隻超強修羅 組裝好 裡面又包括這隻超強修羅的本體 現在拿上手就是恐龍form 除了本體之外也有些配件送 也有它的支架 首先看看這個恐龍form 超強修羅 恐龍form 以暴龍的設計為主 看見這些手很小 但大腿極粗 比例是有點奇怪 恐龍形態也有點可動 例如下巴可以移動 那對小小的手 又可以有輕微的扭動 腳也有點扭動 一定 但小心尾巴太鬆 一扭的時候 它又跌倒了 像我一樣 玩完這個恐龍形態 就試一下 把這隻恐龍形態做變形 變回機械人形態出來 變機械人形態 首先把暴龍上面的組件 輕輕一刷 一分為四 將它的尾部變成雙手 雙腳就調轉放 變回人腳 但不可以就這樣變形 需要用少少的配件 安裝回人形 這樣就可以變成機械人形態 要放上去 放上去非常有壓迫感 空口上的貼紙 我選擇了有機械文理貼紙 這次的貼紙 總共有兩款 第一款是原裝貼紙上面 那種純銀色的設計 但我之前的歌手羅 都用了這隻機械文理 所以這次也是照用機械文理 機械人形態 最出位的當然是 它兩個肩膀上面的加龍跑 使出必殺技 沙拉 BIG BUSTER 這雙加龍跑 體積相對龐大 所以放在姿勢上 都頗有氣勢 雖然動作放得很有氣勢 不過呢 它J位這個件實在太鬆了 我就這樣向下放 它已經自動脫出來了 另外是有少少玩到很不開心 所以之後我放棄了它 放棄人生不再用它 而整體的可動性呢 就彌補它這個令我不快的地方 即是四肢雙手的可動性都高 胸甲其實設有可動性在這裡 令到它那個 雙肩的蝴蝶形的設計 增加可動性很多 扭起來呢 得心應手 腳的部分呢 它的膝頭哥 那個可動性都好 不過扭膝頭哥 向後的時候呢 記得 將屁股位 那個龍腳位呢 都要扭一扭 這樣就增加那個可動幅度 其他可動性都不錯 剛才呢 雙肩那個位的可動性都很好 那我記得呢 運用它這些這麼好的可動性呢 擺出更加多一些 更有氣勢的打鬥動作 超強修羅呢 都有把刀 做是它的 Magna Blade 這樣就可以應付一些近戰的 打鬥動作 但是有一點更有多顯靠 要怎麼很像 是我的臉 幫助你們的風景 應該在這個套裝 再遇到 好 這便是 好 再一次 輕鬆 就用它 出去 盡頭 然後 再有 好 包裝 接下來將超強修羅進行熱血武裝 編形成為巨大加龍炮Magnar Buster 和歌修羅合體成為Buster歌修羅 變形很簡單 拿走超強修羅身上的裝備 再分體再合體 然後取替歌修羅背部的組件 這樣就可以還原到Buster歌修羅的樣式 這個熱血武裝只是將巨大的加龍炮安裝在歌修羅上 所以比例也是不錯 除了附身在人形上 亦都可以安裝在飛機型態歌修羅上 這樣就還原到平時出擊時的樣式 但歌修羅可能放得太久 變成了老J 你看看開始對皮 都不知道可以頂多久 今天和大家玩完這個超強修羅 又有變形合體和歌修羅一起玩 加上明天的格蘭修羅 總共有三隻一起 巨大合體成為超棒的龍王歌修羅 今天玩了這麼多 如果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不妨給個like支持和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還有還有 記得按下方的鐘 追片更輕鬆 我是Jerry 下次再見 Ciao